好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上一次是講到前面五個碗 那今天我們要講到第六碗 第六碗很特別 它不是要向全世界做災難 它是集中在一個地方叫做柏拉大河 那柏拉大河我們今天不叫柏拉塔 我們叫又花拉底河 那就是在兩河流域那個地方 那這個第六碗到底要帶來怎麼樣的影響 這個天使把這個碗倒在柏拉大河的時候 結果柏拉大河馬上就乾掉了 變成一條大馬路 這個就是又花拉底河 這個大馬路是要讓全世界的軍隊 可以從那邊集中到這個地方 最後他說這個叫做哈密奇多頓 好 我們看這個短片 可以來了解一下 到底今天那個講的是什麼東西 3位 LO 天使用他 4小人傳出了 5小人的香火 3康達大河 4地水 5一堆 3開尔 4一堂 4一堂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dragon, an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beast, and out of the mouth of the false prophet. For they are the spirits of devils, working miracles, which go forth unto the kings of the earth, and of the whole world, to gather them to the battle of that great day of God Almighty. Behold, I come as a thief, blessed is he that watcheth, and keepeth his garments, lest he walk naked, and they see his sheep. And he gathered them together, into a place called in the Hebrew song, Armageddon. 好,就是這樣,短短的,就是那個大紅龍,還有那隻海中獸,還有鹿起來的一個像羊的一隻怪獸,這三隻呢,他們嘴巴吐出那個青蛙, 然後這三隻青蛙就把全世界的國王跟軍隊都集中到這個優花拉底河那裡, 那上帝讓那個優花拉底河的水乾掉了,然後他們那個地方叫哈馬吉多頓, 好,我們來看一下哈馬吉多頓在什麼地方,這個就是那個地圖喔, 兩河流域,或是叫做回沃月彎,乾月彎,那優花拉底河呢,就是這一條喔, 從土耳其那個山那裡,然後一直跑到波斯灣, 它的東邊呢,還有一條跟它好像雙胞胎,這個叫底格里斯河, 那這個我們叫做兩河流域,或是米索波達米亞, 那它的起源是亞拉拉山,然後它的終點呢,是波斯灣, 所以是可以說是把東邊跟西邊隔開的一條大河, 那這一條大河呢,在創世紀一開始就被提到了, 那我們聖經就是叫柏拉大河,那或是叫做大河, 那你看創世紀,上帝開始創造一點遠的時候,就有四條河流, 從一點遠出來,那其中呢,第三道河叫西底捷, 有人說這個就是這個底格里斯河,因為他是在亞蘇的東邊, 亞蘇在這裡喔,然後第四條呢,就是柏拉大河, 所以在創世開始的時候,就提出來這一條河流, 那這一條河流呢,是上帝應許亞蘇拉罕說要給你的土地, 它的東界就是又花拉底,就是這一條河流, 上帝跟亞蘇拉罕說,跟他立約說, 我給你的後裔的土地是從埃及河,就是尼羅河, 一直到柏拉大河,就是這邊, 所以呢,這中間的這一塊就是應許地, 那真的把這個應許地拿到守的, 所羅門王呢,他最東邊也是到又花拉底爾就停了, 那這個摩西就交代以色列人說, 你們過去的時候,這個礦野就是南邊的地方, 尼巴倫是北邊的地方,西邊就是這個大海, 他們所謂大海就是地中海,然後東邊呢,就是又花拉底爾, 這個等於是把這個應許地的那個, 東西南邊界定清楚,這一塊就是我要給你們的土地, 然後約蘇亞要帶他們進去的時候, 再一次跟他們講,從曠野到尼巴嫩, 從大海到柏拉大河,這個是很清楚的, 他們真的拿到的是所羅門帝國最大的時候, 他還是就是到又花拉底爾,到那條大河, 所以所羅門同管的諸國就從大河, 就是這個柏拉大河,到菲利斯, 菲利斯是海邊的地,然後從埃及的邊界, 這個是所羅門帝國所管的, 那麼到約翰的時代, 那羅馬帝國呢,他還是到那裡, 他沒有辦法再往東過去, 那條好像是一個過不去的一個界線, 所以羅馬帝國的時代呢, 還不到,這個是那個, 北國王國的呢, 是從東邊來的, 所以是從又花拉底爾以東呢, 這個亞蘇帝國呢, 他來把北國王掉, 亞蘇王呢,把以色列人呢, 就抓到哈勒哥山哈勃河邊, 那這個亞蘇呢, 尼尼韋呢,就在這裡, 就是在底格里斯河旁邊, 所以是也是在又花拉底爾以東, 那這是722VC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然後南國被滅亡的時候, 也是巴比倫, 也是在又花拉底爾以東, 所以當跟以色列人說, 又花拉底爾以東的時候, 他們的印象是滅亡, 他們的國家滅亡, 開始應該是好的, 是神應許地的最東界, 後來就變成是, 我們不好好的聽神的話的時候, 滅亡是會從東邊來的, 那到啟示錄也是一樣, 就是又花拉底爾的水乾掉了, 那從那邊就是要來滅亡這個, 巴勒斯坦, 那這個是南國, 南國被滅亡的時候, 是從巴比倫來滅亡他, 巴比倫也是在又花拉底爾以東, 那我說到羅馬帝國的時候, 他最東邊還是又花拉底爾, 又花拉底爾以東那個叫做帕提亞, 這個帕提亞是很可怕, 他是馬兵很強, 羅馬帝國很怕他過來, 那在啟示錄第九章講到的就是, 也是柏拉大河, 就是帕提亞會入侵, 然後有兩萬萬的馬兵, 然後會殺掉人類的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是在羅馬帝國的時候, 那個又花拉底爾, 一講到柏拉大河, 講到又花拉底爾, 他們就害怕, 這個就是神要來審判, 要藉著東邊的很可怕的大國, 要進來審判, 那所以呢, 我們在今天讀的聖經就是說, 東方, 柏拉大河神把那個水都弄乾了, 所以這一次會比以前更可怕, 因為以前都要渡河過來, 才可以攻到這邊, 現在根本不必渡河了, 就是變成一條大島過來, 那這個時候呢, 掌管全世界的那三位頭頭, 就是大紅龍, 還有海中的獸, 還有那個長兩隻羊的, 好像兩隻腳的羊, 他們就開始要來影響這個世界, 那大紅龍是從天上被摔下來的, 聖經說他就是撒旦, 然後呢, 海中爬起來一個七頭的怪獸, 他是全世界的政治體系, 然後呢, 從鹿跑出來的是一隻, 看起來像羊一樣, 可是嘴巴一打開, 卻像龍一樣講話的, 這個是當時的宗教體系, 所以當時的這個撒旦下來, 還有政治宗教體系, 一起要帶領全世界的國王, 到哈馬吉多頓, 那這三個呢, 他的嘴巴呢, 就吐像青蛙的東西出來, 那神說那個是邪靈啊, 那青蛙呢, 在聖經呢, 是代表不乾淨, 你看生命劑就是, 沒有翅膀沒有臉的水中的動物是不乾淨, 所以是不乾淨的, 埃及當時呢, 第二個審判就是青蛙的審判, 就是全部尼羅河跑出來一大堆青蛙, 讓埃及人不曉得怎麼辦, 那我們說, 紅龍跟海中獸跟陸中的羊, 嘴巴吐出來的是什麼, 我們看十二章, 大紅龍在十二章, 他所吐出來的是大水, 他要把那個婦人沖走, 那這個, 海中獸呢, 他嘴巴吐出來的是, 是褻瀆誇大的話, 那羊呢, 他吐出來的是, 要迷惑全世界的人去拜那個海中的獸, 所以他們口中吐出來的這個青蛙, 代表的就是要把神的選民, 就是那個婦女所代表的, 要把他沖走, 要讓他跌倒, 然後要向神說褻瀆的話, 還有要迷惑人去敬拜偶像, 而不是敬拜真神, 這是這三隻青蛙, 我們從聖經也看得出來, 他們所做的角色, 就是讓全世界更背禮上帝, 最後我們要講到是這個哈米吉多頓, 那我們從優威拉底的每個轉到, 這個巴勒斯蘭這個地方? 這個哈米吉多頓呢, 這個是希臘文, 那希伯來文呢, 其實是哈米吉多, 這個米吉多是一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米吉多, 那哈呢, 是小山丘, 那我昨天晚上找了, 有找到一張照片, 這個是空造圖, 這個空造圖從那個哈米山呢, 照下去呢, 結果看到這一塊小丘陵, 這個就是米吉多, 很多人說這個哈米吉多頓, 是最後的世界大戰, 原來是在巴勒斯坦的一個小小的丘陵, 這個是米吉多丘, 那從這裡呢, 他的後面就是那個哈米山, 加米山, 加米山是在他的後面, 這邊是大海, 所以從這邊看過去, 你可以看到遠遠的地方有三個丘陵, 中間正中間是塔勃山, 那右邊呢, 是摩利崗, 他是比較矮一點, 然後拿薩勒在這邊的山上, 所以拿薩勒, 塔勃山, 摩利崗, 在這三個山跟米吉多丘之間呢, 就是一個平原, 或是一個河谷, 那在你的右手邊呢, 是耶斯列谷山谷, 左手邊呢, 是有一條河流, 叫做基順河, 就一直流到地中海去了, 那這個是空照圖看這樣, 我們來看地圖就更清楚, 這個是剛才給大家看的地圖, 米吉多丘在這裡, 這個紅點是米吉多丘的地方, 那從這邊下來呢, 是那個加密山, 加密山是很大, 米吉多丘是他前面的一個小山丘, 然後呢, 你站在加密山, 米吉多丘往這個加利利海看過去呢, 你的前面就是塔勃山, 然後你的右邊就是摩利崗, 你的左邊就是拿薩勒的那個山, 所以這三個你看到, 那這三個跟這個加密山之間呢, 就有一個平原, 有一個小小的平原, 那這個平原就分, 往地中海跑的, 還有往約旦河跑的, 所以這個很, 就是兩邊低, 那中間高起來這樣, 那這個往約旦河跑的, 這個叫做耶斯列谷, 耶斯列谷, 它的下面呢, 它的南邊呢是基利坡山, 基利坡山跟摩利崗呢, 中間的一個河谷是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往地中海跑的, 有一條河流叫基順河, 就是這樣, 那我們所謂哈密吉多頓呢, 發生就是在這個地區, 你看到這個地圖有畫紅色的, 把它圈起來, 就是這個地區, 因為這個米吉多本身, 是一個小小的山丘而已, 那這個東西為什麼那麼重要, 原來呢, 這個古代呢, 要從這個埃及呢, 想要到大馬士格, 敘利亞, 或是要到這個, 這個巴比倫去做生意呢, 他們一定走過這裡, 因為其他的地方, 不是沙漠, 就是山, 所以呢, 這一條路, 它畫藍色的部分, 就是從海邊的路, 然後到這裡, 該沙利亞以後, 折向東北邊, 就要經過米吉多旁邊的一個山谷, 然後才能夠進到這個河谷, 然後走耶穌列谷呢, 下來到約旦河, 從約旦河上去, 到走這個Yamook River, 這個河谷呢, 然後從這邊再到敘利亞, 大馬士格, 或是往這個巴比倫去做生意, 所以這一條路很重要, 做生意的人也很重要, 那打仗也很重要, 誰能夠把米吉多守住呢, 就可以掌控這個埃及到, 這個巴比倫之間的這個通道, 他們叫做海兵大道, Via Maria, 到羅馬帝國的時候, 還是很注意這一個, 所以米吉多變成是, 自古以來戰爭的集中地方, 誰要在這裡打仗的話, 一定想辦法站這個地方, 所以呢, 在聖經有記載的四世紀, 那個巴拉, 他跟那個, 這個西西拉, 西西拉打仗的時候, 就是在這裡打仗, 那我們在四世紀第五章, 十九二十節說, 軍王都來征戰, 加南豬王在米吉多, 水的旁邊的塔納征戰, 沒有得到魯略銀錢, 那星秀從天上, 來攻擊西西拉, 那這個, 這個巴拉的故事呢, 就是, 有一個國王叫耶賓, 然後他在這邊呢, 就, 凌虐的這個, 以色列人, 那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將軍叫西西拉, 是很厲害的那個, 將軍, 他下面有九百輛戰車, 那以色列人沒有, 沒有戰車, 所以就是被欺負的很厲害, 然後呢, 上帝就呼召這個女先知, 迪波拉, 他去叫那個, 這個, 巴拉, 說, 你可以去跟他打仗, 可是巴拉不太敢, 他說, 要去你陪我去, 他, 他要這個女的陪他去, 迪波拉說, 好啊, 我陪你去, 但是由於這一句話, 將來殺死西西拉的不是女, 是一個女的, 那個女的叫亞裔, 叫亞裔, 那後來他真的去打仗, 把這個, 西西拉的部隊呢, 打得稀里花拉, 其實是上帝, 單次進來, 那所有的兵都被殺死了, 這個九百輛戰車都被殺死, 只有這個西西拉呢, 他跑, 他就, 四腳呢, 往北邊跑, 結果就跑到那個亞裔的帳篷裡面, 又累, 又渴齁, 就害怕得要死, 他自己, 他自己一個人, 他就說, 你把我躲起來齁, 亞裔說, 就拿東西把他蓋起來, 他說我, 好餓好渴, 他說好好, 我給你奶喝, 你知道一個人, 又渴又累又餓, 那好好給他高起來, 又, 他就睡著了, 想不到睡著以後, 這個亞裔啊, 這個, 這個姊妹啊, 他就, 這個, 左手拿爵子, 右手拿錘子, 就一錘就把這個, 這個西西拉的頭呢, 把他從這邊錘到那邊去了, 那就死掉了, 戰爭就結束了, 那這個是當時, 戰爭發生的地方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齁, 就是在米吉多的地方, 這是聖經有記載, 米吉多的大戰的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再下去就是米甸, 這個米甸呢, 他從約旦河的東岸, 跑跑跑, 跑過約旦河, 跑到這邊來, 騷擾這個以色列人, 那因為他們人數很多, 以色列人也沒辦法, 那上帝就呼召基甸, 說你帶領三百個人, 去跟米甸人打仗, 那基甸也是很害怕, 那他沒有叫哪個女先知陪他, 他是跟上帝說, 你給我確認說, 這是你要我去的, 那上帝就跟他玩羊毛的遊戲, 後來, 基甸就帶領三百個人呢, 去打敗米甸人, 也是在這個地方, 聖經說, 米甸人, 亞馬利人, 東方人, 這一大堆人從東邊呢, 就過約旦河, 到耶斯列平原, 耶斯列就是, 就是這個山谷, 耶斯列山谷, 那所以呢就到這邊打仗, 那基甸就號召全以色列好多組, 就是從, 亞比乙蟹, 馬拉西, 還有亞瑟, 西布倫, 然後佛塔利, 他有辦法把好幾組的以色列人集合起來, 那是打了一個大勝仗, 那手打仗的地方, 也是在耶斯列平原, 就是剛才我說的這一塊, 就是哈密吉多頓的地方, 可是這個地方也是以色列人悲慘的地方, 扫羅王被殺死, 也是在這裡, 在這個地方被打敗, 然後他跟他的孩子在那邊被殺掉, 扫羅跟約拿丹, 扫羅的兒子約拿丹, 有一個兒子, 就是扫羅的孫子, 叫米菲波社, 他五歲的時候, 他的爸爸跟公公, 在這個地方, 就是米吉多這個地方打仗, 結果打敗了, 那爸爸跟祖父, 阿公呢, 都在那邊死掉, 扫羅是自殺的, 因為他被受傷了以後, 他怕會被敵人抓去凌辱, 所以他自己用刀, 刺自己的胸部, 就死在那邊, 那他死的地方當然就是基利波山, 那基利波山是耶斯列谷的南岸的地方, 在這個山, 那所以呢, 消息傳來呢, 他的奶媽, 就是負責照顧這個小孫子的, 就很害怕, 抱著他跑, 結果跑太快呢, 就把他丟下去, 就是小孩子沒有抱好就跌倒, 結果這個孫子就變成缺腿的, 那這裡就是說, 消息從哪裡傳來, 扫羅跟約拿丹就是從耶斯列, 所以打仗也是在哈密吉多這個地區, 這是扫羅約拿丹死亡的地方, 那南國最後的時候, 有一個國王是很好的國王, 可是很可惜喔, 人家埃及的華老王, 要走過這一條海濱大道, 要去攻打亞蘇王, 那這個, 這個尤大國王呢, 就不甘心給人家走過去, 就起來跟人家抵擋, 那這個華老王跟他說, 不要啦, 我不是要打你, 你讓我走過去就好, 我要打的另外一個國家, 這個國王說不行, 這是我的地盤, 你不可以過去, 結果埃及華老王一打呢, 就把他打死了, 那而且打死的很奇怪, 他, 我們看這個喔, 這個是扫羅齁, 我先講以利亞, 以利亞殺掉這個巴黎的先知齁, 跟亞瑟拉的先知八百五十個呢, 也是在這個地方, 基順河, 這條就是基順河, 就是我們所謂紅色的這個七塊, 這是哈密基多頓的地方, 在那裡呢, 神藉著以利亞一個人, 把所有這些, 帶偶像的這些先知, 全部殺掉, 那約西亞王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是在米基多平原的陣亡, 這個死得很冤亡, 本來根本跟他沒有關係的, 可是他堅持, 那個華老王跟他說, 上帝跟我說, 這一次我去會打勝仗, 所以你不要, 你不要來擋我, 你擋我, 你是自逃古事, 這是約西亞王, 就是不, 這個埃及的法老尼戈呢, 要到柏拉河, 就是這個, 這個優化拉底河呢, 要去跟亞蘇王打仗, 約西亞王呢, 卻起來跟他抵擋, 所以埃及王呢, 就在米基多的地方, 把約西亞殺了, 如果你去看歷代之下, 他被殺死, 也不是誰把他殺死, 他怕人家看出他是國王, 他很聰明, 他還變裝, 就讓人家認不出來, 可是哪裡知道有一個阿兵哥, 這個射箭的, 就隨便射一條線, 就剛好射到他的那個, 他是穿那個鐵甲, 這個是這個鐵甲呢, 有縫, 那隻劍就不偏不已, 就從那個, 他穿的這個鐵甲的縫裡面, 就吃進去, 他就這樣死掉了, 那死的地方在哪裡, 也就是米基多, 所以米基多呢, 對以色列人來講, 一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大戰, 大戰的地方, 然後, 我們到啟示錄, 就是今天要講的, 就是鬼魔, 那三個青蛙呢, 就是把人呢, 全世界的國網跟軍隊, 就集中到這裡, 那我不知道, 當時的全世界的軍隊, 到底裝得下, 裝不下, 在這個地方, 不過, 聖經講的, 我覺得, 如果你用象徵的意義來講, 這個就是神最後, 要審判世界呢, 神是把, 利用這個, 撒旦的那個三個青蛙呢, 去把全世界的兵呢, 引到這邊來, 然後耶穌基督就把他們整個消滅, 就是這三隻, 污秽的領青蛙, 就把全部, 把眾網聚集在這邊, 西伯來話叫, 哈密基多頓, 好, 我們要看, 三個屬靈的功課, 那第一個是, 這個, 耶和華也會利用魔鬼來, 達到他要做的事情, 那,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亞哈王, 亞哈王呢, 神想要讓他, 到, 戰場上去被殺掉, 然後神說怎麼辦, 我怎麼讓亞哈王可以, 可以跑去打仗, 那神下面有很多這個, 這個神靈, 在那邊就在, 有討論, 齁, 結果有一個叫做, 謊言的靈, 這個靈就跑出來說, 我有辦法, 他說你用什麼辦法, 他說我, 我去齁, 亞哈王有一堆先知, 嘛, 我就去做謊言的靈, 讓那些先知, 就是講不對的話, 讓亞哈王誤以為, 他這樣去會贏, 結果去就, 就陷入那個, 敵軍, 亞哈王就會死掉, 那耶和華說, 好好好, 你去, 那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 到, 世界結束的時候, 也是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是, 撒旦, 的, 青蛙, 是這個, 海中獸的青蛙, 其實背後是, 上帝, 他藉著, 你們要這樣做很好啊, 他們剛好就把, 所全世界的軍隊, 都集中到, 哈密吉多頓去了, 神在背後掌控, 可是實際上看起來, 主角是, 那三隻鬼魔, 好, 第二個是講到, 那一些人被帶到那邊去, 那一天, 最後, 打仗的那一天呢, 叫做, 耶和華的日子, 這個在聖經從舊約到新約, 變成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就是the day of the Lord,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主的日子, 在新約叫做主的日子, 在舊約叫做耶和華的日子, 然後每一次, 先知或是使徒, 一講到那個日子, 就說那個日子是可怕的, 就是一直在講這個, 哈密吉多頓, 到那一天, 所有的部隊到那邊去呢, 是, 耶和華的日子, 臨近了, 是毀滅, 全能者要來毀滅, 有殘忍憤怒烈怒, 死地荒涼, 為了要除滅罪人, 這是耶和華的日子, 然後, 這個, 耶穌在中間插了一句話, 我們的聖經只好用括號把它括起來, 這是第15節說, 耶和華的日子來的是什麼, 他說, 好像小偷一樣, 為什麼耶穌不用別的比喻, 要用小偷比喻他自己, 其實, 但是, 耶穌想要講就是說, 小偷, 絕對不會先打電話, 跟你說, 我哪一天要來偷, 對不對, 他就偷不到了, 小偷一定是在你覺得他不會來的時候, 他來偷, 有兩個東西, 一個是, 他不會預告, 第二個是, 他會想辦法, 在你以為小偷不會來的時間來, 就是沒有預期的, 沒有預告的, 在這種情況下來, 換句話講, 現在有很多市面上的書, 在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看見什麼什麼什麼, 耶穌就快來了, 耶穌告訴我們說, 我不會預告, 所以你不要相信, 當有人告訴你說, 耶, 葡萄, 無花果長葉子的時候, 什麼什麼的時候, 大家偏偏要看這些記號, 小偷不會留任何的蛛絲馬跡, 讓你猜到, 他可能會來, 換句話講, 你必須要每一天都當做, 耶穌可能會來, 他說我來的時候, 如果你是睡覺的, 甚至是脫光衣服睡覺的, 你會很難看, 因為有的人裸睡嘛, 就是平常我們白天, 我們衣服都穿得好好的啊, 就是有緊急的事情, 我們就逃難嘛, 記不記得那個大旅館, 如果火災的時候, 常常有很多人穿著內褲就跑出來, 因為他在睡覺啊, 突然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 就來不及穿衣服就跑掉了, 所以耶穌說, 你們不要睡覺, 因為我什麼時候來, 你們沒有人猜得到, 還有衣服穿好, 或者我來的時候, 你會很害羞, 好, 那這個是好像小偷來, 所以你要把衣服看好, 這一個變成一個重要的神學的觀念, 就是sift in the night, 晚上來的小偷, 然後, 貼三人說, 前書, 保羅跟貼三人一家教會說, 主的日子, 就是the day of the Lord, 向夜間的節, 就是sift in the night, 當大家說說,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時候, 就發生了, 就是沒有預料的情況下會發生, 然後, 启示錄第三章第三節, 警告教會, 沙底教會, 說你們要小心, 你們以為你們已經受洗了, 你們已經在教會裡面, 已經沒有問題了, 但是你們睡著了, 所以這個警告不是, 這個是給鐵山人家的教會, 這個是給, 启示錄那七個教會, 其中那個沙底的教會, 因為他們已經是, 表面上看起來是基督徒, 可是實際上已經不是基督徒了, 所以說你們要注意喔, 你們怎麼領受, 怎麼聽見, 要去遵守, 而且要悔改, 要警醒, 否則我會好像sift in the night, 好像晚上的小偷一樣來, 你不可能猜得到, 所以, 今天給我們的結論就是說, 這個最後, 神要怎麼讓耶穌基督來呢, 對每一個基督來講, 可能是一個surprise, 是一個你沒有料到的時間, 他就來了,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不要去猜, 什麼時候主要來, 我們要問的是說, 主來的時候, 我是在睡覺, 還是我是清醒, 我衣服有穿好嗎, 那一提到, 穿衣服, 沒有穿衣服, 就害羞的事情呢, 我就想到創世紀, 這個亞當跟夏娃, 本來上帝創造他們的時候, 是沒有穿衣服, 也不會覺得害羞對不對, 因為, 拉比說, 他們穿著耶穌瓦的榮樣, 所以就沒有害羞, 可是他們犯罪以後, 這榮樣就不見了, 所以他們沒有穿衣服, 就很害羞, 當耶穌瓦要來跟他們講話, 他們就把樹葉, 把自己遮起來, 然後躲到樹裡面去, 所以這個沒有穿衣服害羞, 這是創世紀, 亞當夏娃的時候的情況, 然後神跟他說, 如果你有害羞, 你絕對不要用樹葉遮, 因為那個效果不好, 神給他們什麼, 給他們一隻動物, 把他殺掉, 然後用皮, 給亞當夏娃穿, 所以要穿衣服, 意思就是說, 你要遮掉你的害羞, 是必須要有一個羔羊, 犧牲了以後, 你要把羔羊的皮, 穿在你的身上, 才能夠讓你, 不會被看到你是羞恥的, 那所以創世紀第三章, 就告訴我們, 穿衣服跟陸體呢, 其實是人犯罪以後, 必須要有羔羊的犧牲, 我們才可以披戴他, 才可以不會害羞, 到啟示錄, 這個老底嘉教會, 那裡又出來了, 因為老底嘉教會, 這是教會喔, 他說, 我們教會奉獻很多, 沒有問題, 我們財源很豐富, 而且呢, 我們什麼都不缺少, 我們的師班也很好, 我們的牧師講道也很好, 我們什麼都很好, 那可是, 耶穌跟他說, 你是眼睛瞎掉了, 你要去看眼科掛號, 要把你的眼睛弄好, 你就看到, 其實你是赤身入體, 就是他們的信仰, 應該叫completion, 已經自以為沒有問題了, 就是平安啦, 沒有問題, 我們教會什麼都很好的時候, 可能就是問題, 所以他說, 你要買白衣穿上, 才不會赤身的羞恥, 所以我們從上世紀到起司, 我們看到, 耶穌基督給我們救恩, 不是讓我們說, 好,我信耶穌, 那哈利路亞就沒事了, 因為從我們信主, 一直到主再來呢, 我們要一直在神面前問自己說, 我是不是警醒, 還是我已經分碎了, 我有沒有在神的面前, 一直把耶穌基督穿在我的身上, 別人在我的生命, 看得到耶穌基督嗎? 還是看起來已經不是了,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要學習的功課, 要警醒穿衣, 免得露體, 我們低頭來禱告, 親愛的主, 你透過約翰告訴我們說, 你來會像夜間的姐一樣, 我們絕對猜不透, 絕對沒有辦法預測到, 你什麼時候來, 但是你一定會來, 你來的時候, 你不希望看到我們是分碎的, 不希望看到我們是赤身露體的, 求主幫助我們, 不是會心思去猜, 什麼時候你來, 好像猜到了, 我們就可以那個時候把衣服穿好, 而是我們隨時把耶穌基督, 這個的救贖, 的恩典, 穿在我們的身上, 讓別人看到我們的時候, 是不是赤身露體的, 是有耶穌基督的這個公義, 人愛, 在我們的生命上, 讓我們也不會是昏昏沉沉, 我們常常警醒在你面前, 警醒祷告, 求主把這樣的恩典賜給我們, 我們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